好了 鄉親 帶來看這個天氣的狀況 說鄉民搬水到對流分黑 一直刷牙臺灣 還有夾雷荷包 再去高雄冰冬地區 已經落地圓時的大火 去上郷也尖堆十五的館市 來發佈到大火突破 一直到十五天前 全臺灣都會落火 十六 火才會比較停 而北臺灣的氣溫也會比較暢 樓口黑暗天流大火 北臺灣的天氣十幾天 就含十歲火候裡面也沒有人 這點在這段時間來 應該一直落 因為方便雖然對流分黑 一直刷牙臺灣北邊 所以這陣子可能會遇到 相向最大火 今天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像在西半部以及東北部地區 可能都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南臺灣的部分也是要多加留意 那也可能會伴隨著短延時的強降雨 雷擊或是強震風 等比較劇烈的天氣現象 去上郷也發佈大火突破 包括北部 各自南南陶陷台中 還有花蓮山上 全臺灣十五個館市 都有機會穿極寶大火 在五十五 方便漸漸離開 拜來的火變酒 氣溫也有變化 週三一直到週五的這段期間 各地整體的溫度感受上面 大致是舒適 而北臺灣則會稍微比較涼一些些 拜三受到後面影響 以後北部官吻 不會超過二三度 白瀉開始後面離開 氣溫也會變燒了 但官吻二八度 九百六超過三十一度 後面就也是會稍微 不過南部拜三和白瀉 官吻沒什麼變化 主要受到西南方的影響 但北地區有局保存好 官吻也會稍微兩度 官吻也會稍微兩度 官吻差不多在二六 二七度 如果將整個月在八五時 北臺灣稍微涼涼 白瀉開始會慢慢回溫 所以最近出門 提起民眾 好算漢堡的希望 也是都要善有交調